好好的過日子 然後需要一些時間 我覺得時間 時間這個東西蠻厲害的 其實很多時候我覺得是需要時間 對啊 我可能就做個早餐沖個咖啡 然後我不太會開電視 但我會放音樂 除非我今天要看個什麼戲 看個什麼影集 我才會把電視打開來 電視 我覺得這樣會接收到很多很亂的資訊 我不知道這樣講對不對 因為我們每天看的東西 對 就是你其實只要眼睛裡看到的 或是你聽到的 你都會直接進到你的潛意識裡面 就你無意間 不管你願不願意 你會接收到一些資訊 我覺得那會讓你的頭腦比較混亂一點 真的很巧耶 我昨天晚上才跟一位失戀的朋友通訊師 他剛分手好像兩個月 對 可是他還是蠻 當然暫時還沒辦法走出來 因為他的感情也是四五年這樣子 突然一下子要接受這個 完全接受這個狀況 其實也還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前幾個月應該是最難熬的 但是我覺得大家面對失戀還是不能忘記 至少要把日子顧好 把自己顧好 我覺得是這樣子 要不然你到時候這段時間過 你再回頭看會覺得 我那時候怎麼可以廢成這樣 如果那時候再怎麼樣的話可以更好 才沒有浪費這段時間 所以我覺得盡量維持正常的生活 就安排一些事情 不要讓自己有時間胡思亂想 不要一直去想 我們之前被訪的時候有講到一句 我覺得很棒 就是 失去的戀情就像落枕一樣 回頭回頭 所以不要 對 不要再想了 我的話 我覺得只要兩個人聊得來 相處是舒服的 並且可以在這個關係裡面 我能夠真正的做自己 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好的關係 因為 能夠做自己這件事情 我說真正的做自己這件事情 對 好像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在一段關係裡面 那對方也要可以 包容跟接受 看見你的各個面向 他可以接受你最好 但是他也可以接受你最糟 但可能我這些面向只有這個人看得到 並且他也可以接受 我覺得那對我來說就是 就是一個很好的關係 感覺愛情可能是 這件事情是愛的基礎 但是愛這件事 它有分很多不同的階段 但它也包含了更多東西 跟更多更深的意義 然後它不見得只有好的 它一定有不好的在裡面 我覺得愛是包含了非常多 非常多層面 跟非常多正反面的情緒 對阿好像沒有 沒有那麼簡單 但好像 也是 愛這件事情好像也是需要 一輩子去學習的 因為每個階段都會不一樣 我們會一直變化 所以要 一起去學習跟 做一些調整